Hello,大家好,我是Rico 这一课我们接着上一课的Fragment的创建来继续学习 在上一课中我们已经使用了这个XMAR标签的方法来创建 那么这一课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种创建的方式 这种方式使用Java代码来动态创建的 这种方式在实际的开发编程中用的更多 因为我的一个Activity的一个区域 它里面的UI的一个表现可能根据我用户的一个操作 或者是一个数据的更新以后会局部的去更改一些东西 那么如果你通过这个Java代码来创建 那么更加的灵活 它可以在后面我还会学它的Fragment的替换 移除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个方法其实是很重要 那OK我们来看一下如果通过Java代码 这个又是如何来编程的 那么首先想一下 我们上一课的时候是在这个IndexActivity里面 先用了两个Fragment的标签 就在这把这个代码写了 然后在这个标签里面指定了它是哪两个Fragment的类 然后这个地方 那OK那如果你要动态创建的时候 那这两个标签不应该先出现 但是你想一下如果你要在这个Activity的Linearout里面去加两个Fragment 那么你要去加这个Java代码去加 那首先你需要一个View 一个元素首先来站位 所以我们不会直接出现这两个Fragment 但是我们会用两个View元素来站位 那么以便你可以把这个Fragment直接加到你这两个View下面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会使用这个真布局 FragmentLinearout这个我们来做一下它 好用它其实这个代码都是一样的 我首先用一个FragmentLinearout一个5 还有一个是多少呢 还有一个是1 我们来把这个我先把这个加到这来站位 然后一会我要做的事情是用代码 把那个Fragment加到这个FragmentLinearout的下面去 所以它是想相当于一个View元素来站位的 那OK这两个你要加到这个FragmentLinearout里面 这个我们要去给一下它的这个ID 一会儿一会儿我程序要用它 我们先写一下 那么这个我们要写个Layout 这个是Center Center 然后下面这个呢写一个写一个Button 好这个格式画像 好然后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我们的Activity 所以先用了两个来站位 当然这个地方也可以用其他的 但是这个FragmentLinearout呢 这个可以把当成一个跟节点一样来做 但是你可以其他的View元素来站位 那OK一会儿我要把那个Fragment加到它下面 然后Fragment呢又套了一个它自己的元素 所以它就会在这个区域和这个区域内 那OK那就回到我们这个 IndexActivity的这个Create方法里面 那么你要使用这个要使用Java代码来动态的添加一个Fragment到Activity中 所以呢要设计两个操作对象 这两个是谁呢 这两个就是他 一个叫做FragmentManager 一个叫FragmentTransaction 那么看这个名字之一 那一个就是Fragment的管理器 另一个是一个Fragment操作的一个失误控制 就要用这两个 那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怎么写 那么首先在一个Activity里面 你怎么去获得那个FragmentManager呢 有这个方法 GetFragmentManager 那就是它 那前面我声明一个引用变量 FragmentManager 大家注意这个也是在两个包中 所以我跟大家说了 如果你是用上面Android的APP的Fragment 那你的相关的其他的对象 那也跟它用同一个包的 你不要去混用 那如果你都要用V4包的 那你就用V4 所以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讲一下 这两个到底在有些用法上 它们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就先用这个 好那么我先写一个 那也就是先取到FragmentManager 有了这个FragmentManager呢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通过这个FragmentManager 有一个叫做BeginTransaction 又可以获得Fragment FragmentTransaction 这个 好 所以这个包你也不要导错 它V4包上面也有一个 那这个 获得它 好 获得它了以后 怎么做呢 你现在不是要加吗 对吧 那就用这个FragmentTransaction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endend呢 这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说 把这个Fragment加到哪一个view元素 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先用了两个站位的 那也就是加它了 加它 我不是给它命令ID吗 那是谁呢 那就是R.id.layoutcenter 那后面是加的你的Fragment这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 没有 就是centerFragment 你这只是个类嘛 对吧 最后程序运行是靠对象的 那这个 那你只有给它创建这个centerFragment 那你就去new它 加一个 对吧 然后我这个程序是连续操作的 我是不是加完一个 再加一个 还有一个是谁呢 还有一个是 然后你new的是不是就不是它了 你new的就是 好 这个BorderFragment 好 完了以后 不要以为这个代码就完了 很容易忘的一个代码 你要让这个生效 你还有一个 commit 那学过相关在什么数据库啊 在其他语言里面 学过这个transacting就是事物嘛 对吧 这个开始一个事物 因为这个事物里面有两个部分 加两次 我要保证这个事物 要么这两步都成功 要么都不成功 那所以最后让它全部生效 就要加一个commit 那commit完了以后 这两个才生效 如果你不加commit提交这个事物的话 它是不能成功的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要设计两个对象 这两个对象就是一个是fragment manager 还有一个fragment transaction 然后通过transaction的end这个方法来创建两个fragment的对象 你想你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 然后这个对象 就会去调用createview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再去给它填充一个它的视图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 我们这个代码 可不可以正常的运行 好 现在这个代码运出来跟上次是一样的 也是一块区域 两块区域 一个黄色的 一个是蓝色的 上面是center 下面是bottom 那你要上面去写什么东西 还是和上面一样的 但是这种方法呢 更动态一点 那么至于怎么动态呢 那就是下几课我们要结合讲 比如说我的一个操作 我要去替换fragment 或者是移掉这么一块区域 那么使用加二代码实现 就更方便 那么在下节课里面 我们会创建了这个 它以后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区域 直接换成另外一个区域 另外一个fragment来填充 用另外一个fragment里面的UI来变 或者是我一个操作以后 我想把这一块区域直接移除 这都是可以的 所以采用加二代码 就是更方便的 所以今天你要掌握的支持点 就是会使用加二代码 加二代码就是这么多 第一个fragment对象 怎么获得 第二个transaction 怎么获得 然后调用这两个方法 记着一定要commit 那么我们下几课 再来讲fragment的替换和移除